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得力 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去思维一下 去观察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 弥陀经的关键 就是在这三件事情 教我们不要怀疑 教我们不要间断 不要夹杂 为什么我们会有间断 因为我们的妄念多 原因的第一个是妄念 妄想套多了 所以念佛有间断 第一个原因就是昏沉 昏沉的意思就是 堕落在无名烦恼里面 这个无名烦恼讲的 就是我们的喜气 就好像人家在发呆一样 你看人家发呆 我们每个人有时候 会做过发呆 在房间里发呆 什么不知道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有家杂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念佛 不能得力 第一个原因 我们对这句名号的信心 不过坚持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常常有家杂 在念佛的时候 在念佛的时候 家杂什么 家杂我们的执着 家杂世间的无欲 家杂我们的自私自利 就是家杂这些东西 所以你没有专注在这句名号 又再加上我们有间断 你常常把这句阿弥陀佛忘掉了 所以念佛不能得力 就是这个原因 弥陀经的关键 就是在讲这三件事情 如果你把净土法门 把这个三件的事情没有抓住 你念什么样的佛号 你学什么样的净土大经 五经理论里面统统你学习 你都不能无法能够得到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理论我们必须要知道 但是我们必定抓住 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在哪里 这个法门是讲什么 那个才是重要 所以我常常在我印尼的道场 时间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五分钟 我在我的印尼 我的道场是有一个规矩 什么规矩呢 这个我们雪梨金种学位 也可以来参考 我在我的道场 告诉这个巨师 你要来到道场 有一个条件 我不可能跟他说 你要我来到我的道场 第一个 你要发言往生西方几人世界 我告诉你 如果我讲这一桩事情 没有人敢来了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在这个道场说 你要念佛发言往生西方几人世界 那这个道场 我相信没有人敢来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听到阿弥陀佛 真的害怕 为什么 念佛好像要去等死一样 去死一样啊 所以我每次在印尼 前几天我跟我们的学校的音乐老师 前几天我跟我们的学校音乐老师 我就跟他讲 你帮我弄那个音乐 我来作曲 为什么呢 比较现代的歌曲 来给这个年轻人 来念佛 来介绍西方几人世界 用这个歌曲 比较现代化的 这个曲呢 由我来学 这个音乐 这个乐曲呢 你来做 我来负责做这个 为什么 把这些年轻人带进来 让他们感觉这个阿弥陀佛 不会恐惧 不会害怕 不会感觉好像很老土 很现代化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活泼的这种的做法 一个是个末法使劫 没办法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的 去世 第一个挑战你要来到这个道场 第一个不要求感应 为什么呢 这个感应不用求 它自来会来的 自动会来的 第二呢不要求发财 你求发财没有用 命里有的会有 命里没有你怎么强求也没办法 那怎么办 佛法里面有教我们怎么修 这个就是我的条件 我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智慧 你到这个道场进来 我是来求智慧的 没有求别的 这个智慧才能够永恒的 这个叫佛法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提醒 尤其是我们雪梨的同兄们 我们要做一个好榜样给人家看 别人做不好没关系 我们自己来做好样子 给别人看 让别人让一切人能够对佛法有信心 对这些阿弥陀佛有信心 你看那个在恒州 恒州这一带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恒山 你看这个恒山 有一个念佛的人往生西方 记得是最好的榜样 就是王达铁 王达铁就是恒州的人 就是现在中国湖南 恒阳 以前叫做恒州 现在是湖南 恒阳 这一带 王达铁 在这个恒山 影响多少人念佛 王达铁 你想一想 王达铁的人 他没有学奖金 也没有学佛 但是在这个恒山这一带 有多少人因为王达铁 很多人念佛往生西方 结论世界 你看王达铁 他生活很辛苦 一家有四孔 养个孩子 有一天遇到一个法师 请法师来喝一杯茶 就问这个法师 法师啊 我很苦 我一天不上班 我一天不打铁 我很苦 我的家庭没办法吃 没没有饭吃 我该怎么办 我想要离苦的了 王达铁就问这个法师 我很想离苦的了 有没有异法简单容易 让我能够离苦的了 王达铁就问这个法师 你想一想 这个法师怎么讲呢 老实念佛 你看到老人家怎么念 垂一拿上来一句阿弥陀佛 一拿下去一句阿弥陀佛 就这样的念 一句不间断的 每一天每一天的念 念了三年 你想一想 他老人家为什么能够成就 就是因为他老人家不夹杂 不间断 而且不怀疑 他有上根 你看到老人家三年 念了三年 到最后 到最后 他也不认识字 但是会讲一首记 叮叮当当 打铁成钢 太平将近 我往西方 一讲完 一打下去 站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王达铁 所以因为他这个表演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让很多人来看到了 让大家增加的信心 学佛的一个好榜样 度了很多人 他也没有讲经 也没有说法 而是以他的 以身作证来表法 来让大家看 你看 恒山这一代的人 几乎都是人家念佛的 很多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好榜样 话不多 所做的就是跟佛法有关系的 那我们也是这样做嘛 属于尊敬的 属于统修大德 我就跟我们这个统修 这个教育居士 我就跟他讲 不用着急 你能够发现你退步 等于你就在进步了 也不用执着 最重要你要抓住这个关键 你不要怀疑 你要相信 佛从来不讲话 打妄语的 你要相信 第二个 你不要有一个家宅 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要真正去念佛 不要家宅 而且每一天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不能间断 在忙的时候你去忙 没有忙的时候 这一句阿弥陀佛提起来 你要这样念阿 你才能够有佛 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主师大德说 如果大家能够这样的念法 三个月到六个月 会见到效果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 净宗里面的一个秘诀 就是在这三句话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我们现在就是有间断 有家长 所以念佛不能得力 就是这个原因 你要学习这样 不管你在哪里 你在忙 在工作 在吃饭 在煮饭 或者在处理儿女的事情 或者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种种的事情 忙归忙 但是没有忙的时候 赶快把这句阿弥陀佛提起 哪怕是五分钟也没关系 常常这样培养 自自然然这句名号 变成无念而念了 这个境界了 所以希望大家必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这位同修 他学府才四年多而已 就是因为我常常介绍他八大人绝经 请他去听这一部经 会对他很大的帮助 他原来是一个跑道长的人 常常批评的人 骂人家罗刹 其实呢 骂人家的罗刹 心都是罗刹 你看海贤老和尚 你看 有一天海贤老和尚在擦香 突然间擦了十二支香 然后呢 有一位居士就问海贤老和尚 他说老和尚啊 你平常只有烧一支香 你为什么这一次烧了十二支香呢 海贤老和尚怎么说 千鸡不能泄落 你看哦 海贤老和尚要紫杯 所以很多人问佛法 天鸡不能泄落 你想一想 后来呢 海贤老和尚这个居士啊 就跟海贤老和尚说 师父你放心 现在只有我一个 没有别人 你就跟我说吧 你不要讲这个天际不能泄落 你看 这个居士很好奇哦 很好奇 而且海贤老和尚就借这个姻缘 为他来度他 你看哦 你看那个佛法哦 要讲佛法 要看看情形啊 人家问佛法 你不要马上跟他回答 呵呵呵 很草率了 以后如果管师兄嘛 师父 我要怎么样来 来做为奴做好一点啊 天鸡不能泄落 呵呵呵呵 这个海贤老和尚嘛 所以海贤老和尚很聪明哦 他知道这个人啊很有毛病 很多毛病 做了这个居士啊 就跟老海贤老和尚说 师父 旁边没人 只有一个 你跟我讲 海贤老和尚就跟他讲 他说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烧 烧十二支香呢 因为我看到的到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所看到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阿弥陀佛啊 你也会看到 他说 没有哩 海贤老上就问他啊 你为什么看不到呢 不知道 海贤老上才告诉他 你心里面所装的 就是贪嗔生蔓淫 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五 五亿六成的 你怎么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心里所装的就是阿弥陀佛 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人 到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 到处都是阿弥陀佛 你心里面所装的 就是你的贪欲 你的称慧 你的遗痴 你的傲慢的心 你对圣玄的教诲不相信 再加上你的自私自利 外面的五亿六成 你怎么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那你想一想 你们有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管师兄 有没有啊 你在 不是常常 礼拜六礼拜天 领大家来念佛吗 不是说在念佛啊 在诵经 有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这个迷陀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称赞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有没有真正看到了吗 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的无名烦恼太多了 我们的无名的烦恼太多 这个无名讲的就是我们的习气 所以我就跟这位居士讲 心里面所装的 罗刹 看到一些人都是罗刹 所以印光大师所讲 看待一些人皆是菩萨 唯独我自己是反复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是要给大家 给自己能够有警惕 能够精进 能够用功 我要跟他一样 像菩萨一样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这个就是呢 我跟这个同修报告 鼓励他 第一个正常 很正常你退步 第二我要恭喜他 他能够觉悟到 第三呢 我就跟他讲 不要着急 学佛是一种放松的 很自在的 第四抓住他的重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有间断 你不要有家长 你诵经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 你要这样学习 现在没关系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复合 这一步经的 的条件 我相信每个人 会达到这种的境界 希望大家 然后呢 有一个居士 他跟我报告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师父 经过学习呢 我感觉到 我有 有点收获 而且这个收获呢 请师父啊 来为我指点 后来呢 我就用金刚经 金刚经啊 金刚经啊 是我们 佛经里面最高度的智慧 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根性 学不来 他这个居士呢 他这个居士呢 学什么呢 他写这篇文章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字幕 啊 这个文章 他怎么写呢 你看哦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明天啊 再跟大家来分享 他写了这个文章 他说 不要真正吵吵的 其实人的时间一晃 就老了 也不要斤斤计较 因为属于你的时光 越来越少 这个是他 他有位同修啊 他写了这个报告 一篇文章 我就啊 应用这个文章呢 明天啊 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现在已经 11点40分了 也该吃饭了 大家也该休息了 希望大家 我们啊 继续明天来跟大家研讨 记得 刚才师傅讲的 我们都是反复 反复有时候退 有时候会进 有时候退的多 进的少 没关系 不用着急 最重要你要抓住这个关键 这个关键就是 不夹杂 不怀疑 不间断 你要抓住这个三个重点 那第二呢 我们来学习王达铁 王达铁是怎么样做个样子 学佛的样子 才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他的太太 他的儿女 都被得度了 你看哦 他的太太 他的儿女 全部都得度 所以我们来学习他 向 来效仿他 那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开始 我们来改过 虽然我们是反复 我们很多过失 很多缺点 但是我相信 能够每一天来改过我们的缺点 会变成我们的优点了 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 今天我就跟大家简单 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 好好念佛 老实念佛 我们大家 希望将来 能够同生极乐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期望 希望大家 好好用功 祝大家 五亮光 五亮寿 焰消三丈 祝烦恼 焰得智慧真明了 复焰最让悉小处 世事常行 菩萨道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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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悠恋 来回向 来回向 来回向